目前你能买到的国产最贵量产纯电四门轿车 就是高和的第二款旗舰GT轿车 Hi-Fi Z 售价61到63万 分别对应5座版以及4座版 长度5米03 宽度超2米 轴距3米15 机甲风列装车的外观 带来满满的科幻未来感 搭载高和首创的星环ISD光幕系统 由4066颗LED组成的大灯火 可实现人车交互体验 以及完全不用手开关的电磁NT对开门 即使是比较低爱的轿跑车型 也能给人一种比较优雅的上车姿态 前脸采用呼吸鳞甲ASG主动进气额衫 以及车速超过80公里每小时之后 主动升起的尾衣 尾灯采用时下比较流行的贯穿式造型 中间镶嵌着可以发光的Hi-Fi字幕logo 搭配在SUV中都很少见的22寸战甲轮毂 来到车内大面积翻毛皮的数字机甲坐藏 配合银河光带的门板氛围灯 以及可识别声源方向 并自动旋转调整的15英寸AMOLED触控屏 9.2英寸的流媒体后视镜HUD抬头显示 以及由一个激光雷达领衔 20多个超声波毫米波雷达 以及摄像头组成的L2级智能辅助驾驶 全车空气悬架 在动力方面将搭载前后双电机的布局 最大扭矩820牛米 0百加速3.8秒 120千马时的3原理电池 可以提供705公里的续航 高和Hi-Fi 所谓华人运通旗下主打智能交通的科技公司 发布的Hi-Fi X以及Hi-Fi Z科技感到位 价格很高 可以看出定位豪华品牌的决心 接下来汽车品牌文化的底蕴 需要一步一步用时间和口碑来沉淀